北京全死300人,被捐錢有你份 北京721特大水災導致190萬人受災 7萬多人要緊急轉移 到底死了多少人? 官方就說有37人 不過昨天就有網民大爆 單單是重災區防山區 死亡人數有309人,過百人失蹤 是否真就沒有人知道 不過難怪網民這麼大膽 前天下午,防山區區長公佈災程 不單能詳細列出總装面積 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 就連死亡禽畜都算到 但唯獨是死亡人數,還要統計一下 這樣說法,市民又怎會不憤怒呢? 連學者都忍不住,號召頭七當日 全國人民要上街,為懸難者祈福 死亡人數沒有人知道 但當國不斷叫人捐錢 領導門又帶頭,人人捐幾個 有市民收到公司通知 要求按即即捐錢 有人發現,下期人工度直接扣了 這真是幫到災民的敢捐 最怕是血汗錢又被領導拿去嫖島任堂 在這個敏感時刻,捐完錢的市委書記 兼市長郭金龍突然辭去市長一職 由政協主席黃安信接任,副市長也一樣辭職 雖然這些人士跟諜是例行安排 也不是為救災不力而下台 不過在這些敏感時刻,有人事變動 難免令人關注 有網民呼籲國金龍 最好的前邁市委書記職務 向人民謝罪